員工陸陸續續來到桌子前核對身份 等了好久 終於領到薪水 花蓮新天堂樂園3月1號開始暫停營業 200多名員工更是遲遲沒看到薪水入帳 10號上午抬開董事長邱淤雲親自到場發薪水 發薪水其實是一個公司最基本的義務 這件事情讓我非常的抱歉 那波折很多我們公司因為沒有讓我有足夠的制度 可以讓我直接匯到員工的帳戶 所以我們必須要拜託員工到現場 邱淤雲表示人資不願意提供資料 因此只能靠員工填寫再由專人辦理統一匯款 只是錢領到了新天堂樂園何時能重新營運 我想多數的同仁都是會先立謀出入 為優先的選擇 因為你畢竟要照顧自己的家庭 那公司我們其實都是有期待的 只是說目前這個狀況我相信都不是大家樂見的 原先訂定停止營業兩個星期 現在期限就近在眼前 但恐怕沒辦法如期再運轉 這個地方受到相當相當大的災難 它已經不能像是說我們兩個吵架能好好這樣子 因為我們已經失信於太多太多的廠商了 因為不只要重新整頓招傷 員工陸陸續續的離開 因此除了要釐清財務狀況 也得想辦法挽回廠商以及員工的信心 TVBS新聞高居宏仲宣花蓮採訪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